好继续 我们成功之后 需要把这个文件移动一下 对吧 这是移动文件 为什么是移动文件呢 因为我们说过 在我们在定用这个 Quadform中线件的时候 这个文件就是路由经过这儿来 这个文件就已经被上传到 我们的服务器上来了 它已经在我们的服务器上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是移动文件 就是把这个Firepass 移动到我们指定的 这个文件目录下 移动文件之前呢 我们需要定一个文件名 就是所谓文件名 就是文件名是这个内幕就是 对吧 然后我们还需要定一个 比如说我们 现在一个名字 Firename 这个名字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是你上传 第一个文件叫1.DPG 或者1.PNG 上传第二个文件 文件名还是叫1.PNG 这样的话就重复了 对吧 重复了之后 它会把之前的文件给覆盖掉 不管是我们 就我们直接用这个 程序操作的话 它会覆盖掉 所以说我们为了 不让它覆盖掉 我们前面要加一个 随机的时间戳 这次点Now 就是随机的时间戳 然后加上 Name 好 我们通过一个随机的时间戳 加上一个点 然后加上Name 这样的话 防止重名嘛 当然了 防止重名的方法有很多啊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去做 比如说给这个文件 后面加个1.3啊 等等这些项目 送到系统中 这些也行啊 方法有很多 总之它这么重名就行了 然后我们要 移动文件的时候 首先要把文件名给写好 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文件的目的地 给写好 对吧 就是说 我们需要移动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得写好 然后移动到什么地方去 肯定得移动这个文件夹上面去 对吧 这个文件夹这个目录呢 我们还需要确认一下 所以说我们从上面写吧 从上面写 我们写一个文件的目录 这样 存储目录 比如叫dist holder pass OK 存储目录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 需要用 mgds的pass 这个模块 然后pass.drawn 然后当前目录 然后我们往上跳一集 再往上跳一集 然后我们比如建一个叫 upload uploadfiles 当前目录跳一集 再跳一集 建了uploadfiles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 src的这个 往上跳一集 再往上跳一集 往上跳一集是这个目录 再往上跳一集 应该是在src的头目录 去建一个叫 uploadfiles 对吧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呢 就叫uploadfiles 建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目录存到这儿来 我们先把代码写完 然后把这个文件呢 我们再建一下 然后 我们 list file pass 图示成 pass.join join 然后这个是那个文件夹 对吧 这个文件夹是我们刚定义的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再加上我们 后面再補充上我们这个file name 也就是说 一开始这个file pass file pass 是我们文件刚开始存储完的一个目录 然后这个dist fire pass 就是我们的文件将要被移动的目录 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呢 它追加上这个文件的名字 这个文件的名字 还做了重命名的处理 这是目的地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写 目的地 OK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移动就好了 await fse.remove 因为它也是个eboot的 所以说用await来做 remove 不是remove 是move remove是上面这个删除 删了就坏了 移动 那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原始的位置 第二个参数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 复制地的位置 好 这样的话 就这三步就能把这个文件给移动成功 最后呢 我们要返回信息 好 我们返回信息呢 我们先放一放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 刚才这个目的地的文件呢 我们先建起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 拷贝到这个目楼下面去 目楼下面去 我们先把这个目楼给建起来 这个地方 对吧 往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地方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 可以在里面先建一个文件 我们在里面先建一个文件 就先拷贝一个那个图片过去 我们再 可以找一个 我随便找一个图像啊 我随便找一个图片啊 我自己的图片 然后叫2.png 对吧 OK 那这边就有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 最后一步嘛 对吧 移动文件嘛 移动文件完了之后 比如说已经移动 假定已经移动进去了 然后我们该返回什么信息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返回的信息 应该是这个2.png的 这个url的 它的链接 对吧 那我们应该返回个什么链接呢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那好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转移到什么 转移到这个app的gs 这里面就我们的入口文件出来 我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就是我们把public文件夹 当然这里面 public里面有什么 有css 有图片 也有那个gs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系统用的 不应该存放我们的这个 用户上传的一个图片 对吧 但是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public当作一个static文件夹 就静态目录的文件夹 什么东西在放里面都可以去访问 那我们可能可以这样 把这个public给它做成什么呢 给它写成这个 我们自己的文件夹的名字 upload files 应该这么写 因为它 upload files 它是比这个src要更高于进步的 对吧 它比public更高于进步 应该这么写 所以如果这么写的话 我们通过访问这个 2.png的这个文件 就应该能找到 图片的这个地址 所以我们去试一下 npm run第一位 我们试一下 好 现在我们访问一个叫r.png 好 出错了 对吧 出错了 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 没入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是这么写 这么写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把 想法改变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 这个 require call aesthetic 单独给它弄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 引用了两次了 对吧 好 我们等等弄出来 我们就叫一个 call aesthetic 好 弄出来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写上这个call aesthetic 然后这个地方 也要写上call aesthetic 这样看来就方便很多了 让call aesthetic 下方加一个目录 对吧 加一个目录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改变写法 因为我们要换一层文件夹 改一层写法 然后我们删掉这个 这里面要填一个目录 对吧 好 我们去把这个 pass 用起来 我们用一个稍微标准一点的写法 好 pass 我们用这个pass 叫道元来写 就用它来 拼接这个 一层一层的目录 它应该往上一层 对吧 然后 再往下呢 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文件夹的名字 我们考一下 写错了 OK 大家看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文件夹的目录 找到 然后呢 通过class static 这个东西给它处理一下 OK 那我们保存一下 那这里面有个2.png 对吧 好 我们服务器重启了 重启之后 我们再去访问这个2.png 看能不能找到 OK 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图片的地址是什么 就是2.png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移动了文件成功之后 我们应该返回一个什么信息呢 我们其实应该返回一个2.png的一个信息 对吧 应该是返回这么一个信息 当然这个斜线是个根部落的情况 就是根部落下直接返回2.png 所以说我们应该返回的是这么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现在就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信息给它 把这个代码给它写完了 当然返回你不能直接返回2.png对吧 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规则 就是我们要返回一个new success model 我们这引用一下 好 new success model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url等于什么呢 等于等于2.png对吧 好 2.png 好 那2.png 这个2.png是我们自己传的一个文件名 那我们实际的文件名是什么呢 我们的实际的文件名就是这个file name 对吧 就是我们把这个2.png替换一下 替换成file name OK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返回的一个信息 就这个逻辑 其实我们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2.png的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对吧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就是做了这么一层处理 就把uploadfile当作一个经常文件夹来去做处理 对吧 好 我们关掉它 关掉它 关掉它 然后这儿 这儿 它输出了这个sigfile之后 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路由列码去引用一下 引用一下去返回 然后 这个路由提供给这个模板 然后让这个模板去调用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不要忘记了 就是这个路由 我们要注册的这个app中 好 我们就在这儿写吧 Rooters Api Rooter Rooter Api Rooters OK 我们把这个路由注册一下 要不然不注册的话就防御不了了 app.use 这个路由 点 Root Rooters OK Rooter 已经注册好 然后按理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传一个图片了 对吧 试一下 好 那我们就 回到这个setting页面 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控制台 没有包锁 OK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DOM的结构 这个DOM的结构里面 我们上传完图片之后 新的图片的SRC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会被修改 也就是说这个图片会被修改 我们试一下 试错了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反昏一个保存成功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反正这个保存这个功能我们还没有做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 这个吧 OK 大家看 看一下这个network 好 upload upload返回的是什么呢 是LNemr等于0 然后URL等于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们上传的图片 对吧 就这个图片 当然这是被放大的 那后来之后 已经没有了 我们可以再来一遍 发行页面 OK 这是我们上传的图片 对吧 我们再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就在这个 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这个upload file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6.ppg 这两个文件就是我们在这做的一个什么呢 做的一个 controller里面做的一个防重灭的一个处理 因为我们这两个6.ppg 这个文件是一样的 可以被覆盖 但是如果这两个文件万一不一样的 对吧 它只是名字一样 万一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被覆盖就会出问题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它被覆盖 就是直接让它每次来来都不一个名字 这样是最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 选择图片 我们可以再重新选一个 看看试一下 是不是能换 OK 重新选一个也可以 对吧 也被换了 好 那这就是说我们商量图片的功能就已经做完了 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也得加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既然定义了这个upload file这个名字 对吧 也就是定义了这个dist folder pass这个名字 那如果是万一 公布其中原有这个目录呢 那就会报错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下 是否需要创建目录 然后我们可以用fse.pass exist 先判断这个目录是不是存在了 对吧 然后这个目录如果存在 那那就算了 如果不存在 表正 exist 如果不存在 就存在就算了 如果不存在 非 exist 那我们就创建 fse.fse.insured insured insured就创建一个目录 我们直接把这个目录给它靠过来就行了 所以说 大家看这个代码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代码是在这个controller这个文件一启动的地方就要执行 所以这个代码 只会在我们服务器 或者说我们的APP 重启的时候 或者启动的时候 执行一次 执行一次就行了 就这个目标 创下完就算了 对吧 它并不是在路由下面的 并不是在方法里面的 如果我们把这代码 写在这个CFile里面去 那就出问题了 每次方案都会执行一次 每次方案都会执行一次 这样的消化会比较大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在外面 执行一次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上场文件的 这个整个的API 就已经搞定 还有最后一个知识点 要跟大家说 是知识点 跟代码没有关系了 那我们可以 现在先把这个代码 给大家提交一下 把这个停掉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更改 这个package-log.dason 这个 大家不用拆过细节看 它是些插件 然后往下主要看一下 这个package.dason 这个我们抓两个插件 对吧 确定没有那个FSE 那我们装的是FSExtra 对吧 然后下面再往下 app.js的修改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最后还加了这么几个文件 有没有问题 所以最后我们提交一下 OK FSExtra 上传图片 看一下 好 OK 那我们忽然发现 我们提交的时候 提交了一些图片的文件 其实这个我们不希望被提交 所以说 这是我已经想到的 就是这种细的问题 不好的期限被发现 所以我们一旦遇到了之后 我们就立马去解决 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呢 应该就是这个文件夹 upload files 这个文件夹 我们应该在 getf.dol里面去 给它禁掉 就不让它提交 我们就直接 这样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 这个upload files 这个文件夹就不会被提交 不会被提交 如果比如说 我提交代码之后 没有这个upload files 然后你去拉去代码 这样的话会不会出问题呢 不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一个判断 它是不是被创建 它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创建的 所以我们加了 提交之后 我们再重新提交一次 感觉 upload files 应该这么写就OK 那我们再提交一次 it add updates it post orange OK 那我们代码就算搞完了 刚才说的那个知识点 我们下一节立马就给大家说 这一节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长了 好 中文字幕——YK